好,各位大兄弟们,这里是韭菜兄弟 大家早上中晚上好 今天给大家有道午夜梦回时分的 我们还是继续我们的DAMVOLUNABLE DEFINE 今天是第六期SELFIE 后面变得越来越难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能够进行操作 SELFIE这道题目做的是什么呢 the new cool landing pool has launched 一个新的池子被启动了对吧 这个池子提供一些闪电带的服务 然后这个有一个governance的mechanism 就是一个这个叫什么智力的机制 来管理的这个池子对吧 然后呢作为黑客的你呢 一开始没有任何的dvttoken 但是呢这个池子里面呢有150万个token 你的目标啊 就是把池子里面的所有token全部带走 这道题目开始就开始 真的是非常有点有点意思啊 我感觉是挺难的 我们来看一下 ccontracts contracts倒不是非常复杂 一共有两个对吧 一个是叫做selfie pool 一个叫做simple governance 我们来看一下 selfie pool呢就是一个闪电带的一个池子啊 它提供闪电带服务 它有几个几点是非常重要 第一个有一个modifier 叫做all in governance 就是有一些操作呢 只能有这个governance这个合约进行来操作 对吧 而且message sender呢必须是governance 第二呢 当然了它提供一个闪电带的功能 就是flashlone的这种 好这个闪电带功能里面还是 和以往的代码非常的相似的 我们已经看了很多闪电带的写法了 非常相似呢 首先byns before是多少 然后是借贷呢 要大于等于borrow 对吧 然后呢把钱转给你 然后这边呢 你可以做一些骚操作 最后要还回去 然后在这里面呢有一个dream all funds 只有这个governance才能够操作 就是可以给任何人任何代币 把这个池子里面所有的钱全部给dream走 那我个人的理解 对吧 这个你要把所有的钱全部拿走 肯定要想办法能够靠这个方法 就是说想办法 能够让governance来进行这个操作 那我们说到governance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imple governance这个合约 simple governance合约呢稍微有点复杂 有一个governance action 里面有一堆东西 有receiver 有data 有way amount proposed ad executed ad 里面有个governance token 对吧 里面有actions 是个mapping 里面有action counter 还有一个delay 要两天的时间 我们首先可以看到governance cannot be zero 对吧 就是governance token呢 必须使用一个确切的地址 对吧 然后有一个它变成一个snapshot 是个snapshot 然后action counter等于1 从1开始 首先它第一步呢是queue action queue action呢 你必须要有enough votes才能够进行一个提案 并且呢你这个receiver呢不可以是自己 不可以是自己 不然的话你就可以把自己里面东西改掉的嘛 所以它不可以是自己 好 这时候呢它就会进行一个action queue 的操作 把所有东西放到这个queue里面 放到这个queue里面 对吧 它有action id 对 就放到这个actions里面 好 后面呢会有一个execute action 就是执行这个操作 首先呢必须能够执行 能够执行之后呢就会去执行的 用这个function call with value 去进行执行 它有个delay对吧 好 这两步非常关键 有一个叫做can be executed 就是能够执行的话 我们要确保它执行的timestamp呢 是在这个delay之后 并且它没有被执行过 还有能不能提供proposal呢 我们要确保 它所需要的投票 对吧 就这个account的balance呢 要大于一半 这个是total Balance要大于一半 才能够进行投票 那 我的思路是这样的 首先呢我会通过闪电弹 想办法做一个proposal 做一个投票 让它通过对吧 就这两步就可以通过 通过之后呢 我这里面要想一个骚操作 想办法能够去调用这个东西 join all funds 对吧 我要调用的是join all funds 这个骚操作 然后这个receiver呢 肯定是attacker attacker的地址 就是黑客的地址 那我们看看能不能成功 能不能成功 receiver receiver就是这个合约对吧 这个合约 它的data data就是join all funds 并且这个呢是attacker的地址 最后 execute的时候呢 就要两天之后才能execute execute之后呢 action receiver call with value 但是这个时候呢是在这里面call 那其实它的 发起人或者message 到sender其实就是governance 正好可以满足到 这样的一个骚操作对吧 就all in governance能够去操作 那就会被供货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代码该怎么写 这个代码该怎么写 selfie attacker 这是个合约 这个合约呢 你肯定是首先要去做的就是receive tokens 在这里面呢 我们进行各种各样的操作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步 我们的data呢是drain all funds 对吧 address 并且呢 这个address呢是这个attacker 其次我们要把这个token address 进来之后对吧 我们要把它变成这个snapshot token 我们先要去做一个snapshot 对吧 做一个snapshot 做完snapshot的时候 后面才会什么snapshot id什么 什么才会工作 这时候呢 我们要去做一个queue action queue action的时候呢 我们要进行操作的 我们来看一下 queue action queue action receiver对吧 receiver呢 必须需要这个 因为这个才能calldrainall funds 对吧 所以必须需要这个drainall funds 这个selfie pool这个地址 这个是 这个是selfie pool的selfie pool的地址 执行的是drainall funds对吧 然后给attacker 然后这个amount就无所谓了 weighamount就无所谓了 给成零 这个呢会给一个action id action id我们要保存一下 最后呢 完成了之后呢 我们要把这个borrow amount呢 去返回 去返回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对 对 好 那我们再来过一遍 这个就比较绕了 首先我们会通过闪电带 在这个contract里面接收到所有的token 在这个token的时候呢 我们进去之后呢 我们就有了enough的votes 就会通过这个 然后receiver呢 我们必须要是这个selfie pool 因为到时候call的是这个方法 是它selfie pool上 所以会call这个方法 它最终会receive.function call with 就是这个address.function call with ok 回来 所以address 就是selfie pool 然后这个data呢 就是dream all funds 这个address呢 是attacker 最后呢 我们要把这个池子里面 所有的权全部转回到selfie pool 这样的操作呢 就可以让它 通过这个验证 通过这个验证 通过这个验证之后 对我们就可以去attack 对吧 去flash loan 去call这个selfie pool的flash loan attack之后 这个borrow应该是所有的钱 所有的钱 然后就会这个就会达成 对吧 我们再去看一下 他的 test的setup叫做selfie selfie 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始 它的有两个Million的token 对吧 token initial supply 然后tokeninput呢 就是这个 轻功闪电在池子里面呢 有150万个token 这个是token 然后是governance 对吧 snapshot tokenfactory 然后一个governance 一个pool 一个池子 池子里面呢 有150万个代币 对吧 所以池子里面呢 150个弹地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selfie attacker 给boosh完之后呢 我们要attack 所有取得所有池子里面的代币 对吧 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会去进行一个proposal 这个proposal呢 是说把里面 池子里面的所有的钱呢 全部转给黑客 对吧 因为我通过闪电带 所以我可以获得proposal的权利 这个成功之后呢 我们把时间快进两天之后 我们要获得这个actionid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进行这个execution 这个execution的时候呢 也就是 也就是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获得id之后呢 就可以说 哎 这个就会去call那个dream with all funds 就会把所有的钱 全部给到了黑客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思维就比较清楚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能不能成功 这个叫做selfie selfie 成功了对吧 actionid Actionid是1 Actionid为什么是1 ActionCounter加加ActionID ActionCounter ActionCounter是1 对吧 对 ActionID是1 因为把这个负给他 所以是ActionID是1 没有问题 这就是啊 这个 selfie的一个攻击方法 我们再总结一下 从 第6个开始就变得非常的难 首先你要把所有的代码读懂 对吧 再想办法去攻击它 这个的思路呢 它一共有两个contract 一个是提供闪电弹 一个是提供governance 这个思路是我们要想办法通过闪电弹来够获得足够的投票 来获得proposal的机会 来通过提案的机会 我们的提案呢是说我们要去执行这个方法 对吧 而为什么要执行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正好是governance能够执行的 当我们去执行的时候呢 正好是从governance去执行 对吧 正好是从governance去执行 对吧 因为在这里面 这个是在governance里面 所以说这个call呢 正好是governance它本身去执行 就非常 非常的有意思 对吧 就这个正好能够完成 所以说我们proposal呢就是要 把里面所有代币全部转给黑客 反而两天之后就能够成功 行 那这里是韭菜兄弟 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 我个人认为 有点绕啊 确实有点绕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大家也可以尝试着自己的去 反复的去看一下去学习一下 那我们今天这个分享 黑客养成系列就到这 那我们下个视频见 Peace